哈喽大家好 接下来的很多期内容 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些动画相关的Mail脚本和表达式 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制作经验 就算大家没有Mail基础 也是可以轻松掌握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Mail表达式 让风车形成自转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绑定好的风车 我们只要旋转控制器 风车就会转动 那么通常我们要让风车旋转 我们只需要再开始针和结束针开一下 这样呢这个风车就能自行旋转 那么假设我们不想缓慢加速和缓慢减速 我们直接把控制器的曲线达成直线就OK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利用表达式 让风车自动旋转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 这个已经开针的属性是没办法写表达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针删干净了 那么这里我们都知道 这个旋转X控制的是风车旋转 所以我们就选中旋转X 打开编辑菜单 选择第一个表达式 那么进去之后呢 这里会有一个选择对象和属性 我们将它后面编辑框中的内容Country C复制一下 接着Country B粘贴到表达式编辑框当中 然后我们让它等于Frame 那么这里的Frame指的就是这个针的序号 那么通常我们的风车转得很慢 这里我们就让它每针旋转1.5度 所以这里我们就让它Frame乘以1.5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创建就完成了 我们播放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呢 这个风车自转呢 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风车是逆时针旋转的 想要顺时针也很简单 我们再次进入表达式页面 我们把这个正的1.5改为负的1.5 点击编辑保存 这样这个风车就改为顺时针旋转了 最后如果我们要清楚表达式 我们可以在属性上右键选择断开链接 或者是在表达式页面选择删除表达式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